在今次的案件,我選擇認罪,以表示作為主張公民抗命的組織者,我願意承擔法律責任。 雖然我們不會遵從這個民事的禁制令,也不會在執法主任來的時候主動離開,但我們會遷就我們的行為主動承擔責任。 所以在今次的事件上,向法庭承擔責任,我認為是對面我們自己的承擔,和應14年公民抗命的唯一部分。 今次法庭的判決,我相信會是嚴苛的,要麼是罰款比較嚴重,即是比較多金額的罰款,或者是會天使監禁。 所以我呼籲各位公眾朋友真的關心這宗案件,就不只是關心這幾個。 如果是行有餘力的話,希望各位可以捐錢給雨傘援助基金。